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称这种 然后上上游行桥 然后上游行桥 这边 然后上游行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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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看一下从哪个第一个 50位 有了 8 967 在上游行桥 8 9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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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10 12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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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完以后上电 三根火线 黑色的是零线 把电源接上以后 合闸 合闸完以后是吧 然后就是空转机器 先空转机器 先打开 先打一下 手动按钮 打手动 然后 看这个电机转对不对 这正转 正转 这个是反转 上面都写着呢 自伏反 这个是切刀 这是切刀 切刀正 切刀反 弄完以后把这个都压上 这个拉杆 把这个拉杆上上它 切刀了以后卷网 按这个卷网 卷网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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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那边那个轮 对 如果说按正它反着转的话 你就导一下电源 这卷网正 这是卷网反 对 这是反 这个是左折边 就这个都这么空转一下 没问题 然后反转 那边 那边 然后这边 第三步 注油 手多按着切刀 然后注油 对 这边 下边 眼里边 对 下边 每天 一次到两次 这边 也是同样的位置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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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眼里边 对眼里边 就是眼里边就注油 是吧 然后 待会儿啊 窝边 这地方 对 注油 只要滑动地方 就注油就行 是吧 下边 然后 里边 滑道滑道的 然后这边 对 对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对 然后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是吧 然后 那边 这个地方 对 然后 这个地方 齿鲁这个地方 嗯 然后 这个也是 同样的地方 这个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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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嗯 嗯 下边这个 这个 行 行了 然后 冻着 然后上油 它滑动的地方 就上据油就行 行 行 回去了呗 然后 这要保养 第三步 按运行 打在这手动上 这几个都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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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打在自动上也恩这个 这几个不管用了 这个管用 对 让它空转运行 没有任何问题 空转运行的话 首先看啥 切刀是否切完以后回到位了 对 能回到位 窝边 窝回去 能回到位 这两边 对 包括卷网那边 空转 空转完以后 没有问题的话 这是停止 然后 介绍这个 这个电箱这块 这个是单丝的那个长度 就一根丝 一根丝的长度 这个是总根数 就是窝了多少根了 这个是卷数 一会咱具体试机的时候 再给你介绍这一块 这是电面 参数调整 自动速度 手动速度 启动延时 加速时间 拉网时间 锁边时间 刹车时间 这个是返回界面 这个是极体外扭 这个是高配的 这个又左移 就是那个卧边 能左移右移 这个能 这个是中英文 这英文 这是中文 然后输字的速度的话 可以这么输 5000吧 是吧 简单介绍一下 一会具体再讲 安装模具 第一个模具 先装一模 这个 这个长的 这个叫一模 对 装的时候 这个头 这个眼 在上边 对 然后这个 这个 这个杆 这么顺着 看到没有 这么顺着 进这个盒 因为 因为这个 这个罗具是斜的 所以说你这边 顺着进去 这个也是这么顺着进去 正好顺着 顺直了以后 把它加紧 水出了水背 然后加入滑液 那边有水泵 那里边有水泵 把水泵放上就行 加入滑液 这个是水泵开关 它一拧 一拧就有水了 记住 一定要加紧 要不模具 就容易动 一定要加紧 对 把第一个加紧 加紧以后 把这个刀板 穿进去 对 然后用铁丝 用换一个箱子 有正的 有那模具的眼 对 穿上 然后 对 锁上 然后放丝 然后把这个丝 这个就不用 不用干嘛了 是吧 把丝放上 把方丝架搞上 对 从这边把它穿过来 对 从这把它穿过来 是吧 从这 再穿一下 对 然后弯一个钩 看 用钳子 弯一个钩 对 对 开水梦 对 勾住这个刀板 勾住刀板 对 慢慢手动 对 那手动 对 打手动 把它 搅进去 对 对 这么出来了 第二个也是 我握一个钩 然后 对 然后把这个丝 把它压子轮 把它压上 对 那边 也压上 你看它压的时候 这个方向 一定要注意 一定要注意 对 视频上怎么弄 你就怎么弄就行 这个能调 这个松了 这个能左右移 一定要这么顺着进去 这个能调 左右能调 这两根丝就出出来了 稍等一下 手动 然后出出来 出出来以后 你得看看 这两根丝 都一个长 一个短 不行 你看 最后 问题就是说 你看 这个块到 这个块小 这个就是长了 这个短了 这个长点就行 调这个 就下一步的调长短 出来以后 不见的就是 这个两根丝一样 然后角断它 怎么调这个长短 有两种办法 首先第一个 先数过来 是哪根丝 你看 这根丝长 对吧 看到没有 这根丝长 这 这个 接一个就是 那根丝 看到没有 这个长 长 长 这个 这个 这个转进去 应该是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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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根丝长 这根丝短 这根丝长 这根丝短 那根丝长 把那个压一下 压一下 记住 这个这个压的有技巧的 不能压的劲太大了 对 稍微送一下这个 对 两边调均匀 扬了呗 来 看到没有 这就过来了 不行 稍微再调调 这个压丝的时候啊 不能压的力度太大了 太大了以后 速度快不上不去 而且还换 容易换模具 还容易换模具 对 稍微再要一下 如果这 它还长的话 再要一下 还有一种办法 就是说 你看啊 这个丝进丝的时候 是吧 你看 切着这个边儿 近 切这个边儿 近是长 切这个边儿 近是短 挑长短 有两种办法 第一是压这个 往下压 也长 松 往下压是短 这个丝就短了 一松 它就长了 然后这个丝啊 你摆 往这边掰 对 它就长 这个丝就长 往后推 就短 意思就是说 这个丝啊 贴这个边儿是长 贴这个边儿是短 贴这个边儿是长 意思就这么一 这么一掰 它就长 这么一掰 它就短 这两种 调长短的办法 你试吧 行了 然后拧二模 把二模拧上 看啊 它顺着螺旋 拧进去 这个二模 这一模 我们叫这个成型模 就是铁丝成型了 第二个模 叫孝正模 就是把丝啊 有的时候 长短稍微不一样的话 这这个这个 不需要弄压的话 这个二模就能孝正过来 对把它加紧 稍微扎点 对 别唱特性的 扎的 上紧了以后 稍微把这个二模往外敲一下 行 敲半公分 意思就是说 这个这个丝啊 有的时候长短不齐 过这个丝啊 勒住了 就勒住了以后 是吧 它这个丝它会短 就二模啊 就是说意思就是这个逻辑啊 它东西赶着它呢 如果说出现问题以后 那边丝一乱了 一勒住了以后 它就不会出现长短的现象 就说它这个长短就均匀了 一砸 这两个 这罗绝就往前 往前这么一挨 这两个就一样了 有稍微不一样的时候 它就把它孝顺过来了 行 试试 但就是说 往外一砸的话 丝也会变长一点 稍微再紧一下 对 这两根丝出出来一样长 对 你看 现在立直 看到没有 现在就正了 没有 正了 然后下一步就是切丝这 切刀 这个切刀啊 这是那个刃 切刀的刃 是吧 两个一挫就开了 正好切在它的正中间 知道吧 如果是不对 摇这个手轮 这边一个轮 往这切的那个 位置 你切一下 对 正好一切 这也挺关键的 这个东西 给这个东西 一切的时候 正好把这个头啊 得撬开 如果撬不开的话 就是穿的时候 故障率就特别高了 下一步就是 这个就算完成了 如果说不对的话 是吧 就摇后边手轮 然后呢 加热